民主台灣自信前行 中華民國109年國慶大會實況轉播 大家好,我是劉盈 Hello,我是Dora Hello,我是雞丁 對了,很開心 今天就是中華民國生日的大日子 很開心,我們聽眾朋友和我們一起讀歌 我們今天真的成功將聽眾變觀眾 我們今次第一次做Live 今天是觀眾 沒錯,我們平日經常說錯都會被罵 我覺得今天我旁邊這兩位尤其興奮 而且尤其和平時很不一樣 一定要先介紹一下 這位就是Dora,這位就是雞丁 真的和平時你們兩個的樣子很不一樣 說真的,我爆一點點料 平時他們兩個來做節目的時候 可以說是非常悠閒 很castle 吃拖 我們吃拖 偶記粒記 我們今天西裝 西裝 雞丁,老西 真的好帥 聽說雞丁還專門去乾洗 是嗎? 專門乾洗 是呀,我們今天都撿到正 就是為了中華民國生日的大日子 和我們的聽眾朋友一起來慶祝 嗯,是呀 今天其實雙十國慶 其實我自己來了七、八年左右 但其實都真的沒有試過這麼認真 這麼嚴以以待的國慶 雞丁呢? 來了一年 我來了一年就發覺 原來我香港和台灣的國慶是怎樣呢? 我這幾天不停在這條街上 看到很多人 就是很多國慶插在街邊 是呀 再加上昨天我這個基隆 就是國慶晚會 哦,人山人 你別以為一個參加了 我們三個當中 是呀 人山人海的基隆 平時沒有那麼多人 為什麼今天走不了那麼多呢? 因為要慶祝生日 國家的生日當然要隆重歧視 就是因為看到你們兩個今天這麼執步正 所以我真的很期待你們今天的表現 準備了什麼呀? 很緊張 好像中學生做presentation 哈哈 說真的呀 雞丁和Dora 今天真的有備而來 有備而來 除了看到他們執步正之外 他們之前還做了功課 是啊 如果大家其實看到一些畫面 看到我們整桌都是稿 哈哈 哈哈 整桌都是這樣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 那桌子是白色的 是白色的 完全沒有準備 就是這麼自然 做得這麼好 是啊,我也沒有準備 其實就是 國慶那些東西 我睡著覺都能背到的 現在 我們自自然而就知道的了 哈哈 我跟學生說 為什麼你經常提起稿的東西呢? 沒有辦法 緊張 是不是? 發開口夢都能背到 是啊 說回整體 就是雞丁和Dora 為了這次的雙十國慶直播 做足準備 之前他們還專門訪問了 他們身邊的好朋友 還有同學仔 就是來分享一下 他們對於直播的看法 嗯 是啊,因為我們兩個始終都是香港人 可能來到又不是很久 但是國慶我們真的不是那麼熟 所以我們就去問一下 我們那些台灣的同學仔 朋友仔 究竟在國慶的時候 他們會做些什麼 我也很想知道 你們身邊的朋友 到底是怎樣過過 是不是? 現在我們一起去片 請問你平常的國慶假期 都怎麼過的呢? 平常喔 其實基本上就是待在家裡 看一些轉播 因為家裡不是 家裡在台中 所以就比較不會 直接到現場看一些 現場表演這樣子 以前國慶呢 就隨便過吧 開媽記得給我手勢喔 家人就開開心心就這樣 比如說中秋節就烤個肉 端午節就大家一起吃粽子 這樣 在家裡打遊戲 哈哈 哈哈哈 國慶的時候就是要 吃大餐 耶 我平常的國慶假期 不太一定耶 有時候會去看 同學那種 什麼儀隊表演 然後 有時候 就在家看轉播 然後睡覺 舒服 因為國慶 因為都有放假嘛 然後所以我都會跟朋友出去玩啊 可是國家可以一天就睡覺 對對對 對對對 睡覺日 國家生日 請問有什麼想要跟台灣說的呢 嗯 就是 因為今年也是防疫的那個 重點嘛 而且台灣的防疫也做得蠻好的 然後我希望台灣可以繼續加油 然後影響更好的未來 台灣生日快樂 就這樣 台灣No.1 祝中華民國台灣生日快樂 我希望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然後能夠讓國家再更好一點 台灣加油 在疫情方面的話呢 希望能夠 就是 趕快過去嘛 然後能夠讓國家的經濟啊 或者是發展上面能夠更好一點 在這邊呢 祝一些 疫情的 專業人員 做成辛苦了 謝謝你們在疫情幫助了很多 我得了肺炎的一些病患 也因為你們的辛苦 這次的疫情才能緩和一些 真的非常感謝 台灣No.1 台灣生日快樂 我看到雞丁有女同學仔啊 我看到雞丁有女同學仔啊 很開心啊 其實呢 雞丁是故意把片剪成這樣 讓我們看久一點 國旗啊 嗯 因為四處都國旗 我拍任何地方都有國旗的存在 沒辦法而已 你那時候拍都是在基隆拍的嗎 全部基隆 哦 因為我在台北其實都是全部 可能主要的角度都是有國旗 是啊 不過說真的 雞丁和Dora 我覺得你們的朋友仔怎麼說呢 哎 好像有點肥肥地 哈哈哈哈 為什麼會這樣 嗯 怎麼會這樣 放假嘛 不是打機 只是睡覺 獲加慈給你一天的休息日 嗯 哇 很好來用 不過幸好你們有不少朋友 都是上網鎖定 收睇這個國慶的相關活動 很重要很重要 上網才可以看到我們的直播 起碼他們知道 國慶當日就是今天會做些什麼 是 其實說真的 國慶真的是每一個人的大日子 應該好好來關注一下我們的活動 沒錯沒錯 我們今天就上班了 其實現在是十點了 但其實國慶的大會 早就已經在八點五十分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了 很多活動 很多表演 哇 看到目不下級 沒錯 當然有我最喜歡的 可能就是國軍的表演 可能有些特種部隊的操演 操槍 嗯 哈哈哈哈 很流行 還有雞丁字外 不一女中 不一女中 很重要 所以要說兩次 雞丁一直想讀的學校 哈哈哈哈 你死了 我還以為你會說你喜歡那個獻兵快年飯 因為有重型機車 重型機車我不太在行 對 都是女中空好一點 都是女子中學好一點 是嗎 你們說了哪裡 不是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還有國歌 是的 這些都是之前就已經進行了的表演 再接下來在等一會之間 還有就是大家都很關注的 總統蔡英文的總統演說 再來還有就是有防疫車隊 還有其他主題表演 這些就是等一會才會進行 等一會 至於說 嗯 我們之前錯過了什麼 剛才 Dora有說到的 是啊 就是 雞丁 因為我們兩個都喬仙步出來 哈哈 不知道雞丁 雞丁一入到喬仙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 原來我們星期三的時候 又要穿校服 然後又要出來唱國歌 不知道你現在的 中華民國台灣國歌 操成怎樣 還有呢 只會前四個字 你還好意思說 哈哈 其實我也是 哈哈 我也是 我也是 頭八個字之後 就開始了 是啊 是啊 他們是不好的代表 其實Dora要說這個部分 就是要帶大家 你看回 剛才已經唱完 已經表演過領唱國歌的這個部分 非常莊嚴 而且很好聽 是啊 莊嚴肅立的 真的在這裡聽國歌 是啊 今年是特別一點 因為今年2020年 也都有 全世界有 你看看 Dora已經想說了 就是領唱國歌的這個部分 但現在我們Facebook上面的朋友 所看到還是我們三個攝影棚 我們三個就不好看的 馬上帶大家回來 剛才唱國歌的這個部分 開片 是啊 大家有沒有看到 哇 有沒有很精彩 這個就是剛才吊掛國旗的畫面 你看在唱國歌之前 還有這麼縮嚴的這些畫面 真的要現場看的 你沒有畫面 很難感受到這個莊嚴 是啊 大家現在看著 其實是有國軍的直升機 有兩架的CH-47SD直升機 掛著巨型的國旗 在台北上飛來飛去 對了 還有在舞台前面 很多的國軍 那大家看到現在 鏡頭上看到的 就是領唱國歌的人員 是啊 穿了白色套 你知道他們穿了白色套嗎 因為他們是醫生 他們是醫學院的學生 這次的領唱國歌 就有21個防疫英雄 再加上30位 台北醫學大學的學生 組成的行星合唱團 去領唱國歌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組合呢 都是特別有意思的 是啊 因為今年2020年 大家都知道全球的大流行 這個新冠肺炎 其實台灣這裡 守得這麼好 都是由賴台灣這一群的防疫英雄 還有醫護人員 沒錯 所以今年領唱國歌的部分 就是這樣的意思 大家看著畫面 聽著我們的講解 有沒有覺得特別的明解 是啊 計頂白袍 可以嗎 我白袍 你叫她穿白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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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穿白袍 可以嗎 穿白袍 又出意外了 穿白袍 就是臉的那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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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大家現在看到 領唱的前面 有不同顏色衣服的軍人 是啊 其實他們就是 較早之前 已經有表演過的 三軍樂儀隊 那哪三軍呢 就有海軍 綠軍 和空軍組成的 三軍樂儀隊 很認真 我覺得多華真的很喜歡 說國軍 是啊 你覺得嗎 對 國軍又哭了 對 我說不到兩三句 我回來說 你看多漂亮 你看多漂亮 你看腰 你看肩膀 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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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個部分 狀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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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就是領唱國歌的部分 那麼 除了領唱國歌之外 另外我們也要說到 就是 計頂最喜歡的 不一女 准 不一女 惡兒隊 你看一說到不一女 就很疾症 不用緊張 對 因為說回不一女的惡兒隊 我們來看看畫面 不一女的表演真的很好看 說真的 好多人都很喜歡看 嘩 你看看 長裙 短裙 我知道你想看短裙 你覺得這個是長裙還是短裙 說中文 說中文 不一女的惡兒隊 他們已經成立了差不多超過半世紀 歷史非常悠久 你喜歡短裙出來了 哪 哪 其實他們除了惡女 二隊 還有旗 沒錯 為甚麼才是專家 應該不關你的時間 說不定是我才想入不一女 你超靈姐 可以 對…沒錯 不一女是分這三支旗 沒錯 他們很厲害 可以去世界各地的合唱 其實你剛才聽到的 杏仙合唱團 亦都是去世界各地的合唱團 可以在國慶上來表演 全部都在台灣非常有名 表演團體或者代表團體 才有這樣的機會 對 你真的不要以為他們國慶一年出一年一次 這樣打旗 其實他們可能 在正常時間 都可能會去英國 美國 加拿大 日本 其他國家去做表演 對 沒錯 這個就是不一女惡兒隊的部分 看到雞丁都忘記說話 因為她的眼睛非常忙 對 不要再急 雞丁發表一下 從頭看到落尾 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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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來這個不一女惡兒隊的部分 再下來 我們還和大家看看 可能很多朋友都錯過了 這個光雕show 在總統府那裏演出的 其實她就是從10月6號到10月10號 總共就是上演30場 都是在晚上的時候 可能有很多朋友 包括海外的朋友 他們都將雙十的活動 鎖定在早上的國慶大會 其實除了國慶大會之外 另外還有很多相關的活動 而這個在總統府的光雕show 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很精彩的焦點 帶大家來看看 大家都看到這個光雕show 你們兩個看到 經常顧著看 很漂亮 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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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會和香港同一個相關 我看到你 是很甜蜜 你唱不懂得解嗎 這些 哈哈哈哈 其實這個國慶大會 就是 你中文的Shawman 你一個很厲害 是 是 從哪個開始 他一個送話 他每一天都會 那就是這個 我知道 台灣的國慶大馬掌的時候 是打七桑 是 所以 就是 我們 在七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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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同的畫面 哇 其實真的很漂亮 它銅射了 他空的形象 真的好像一個燈塔 其實說真的 這個光雕show 真的很建議 我們 無論是觀眾朋友 聽眾朋友 還是海內外的朋友 有機會的話 真的要現場去看 現場去聽著音樂 來看著這個燈光的變化 你才真正可以感受 為何 這一次光雕show的主題 還有為何會這樣設計 都是有意思的 剛才Dora有說到 大家仔細看看 你這樣看總統府 像不像一個燈塔 剛才Dora 怎麼這麼問 沒錯 其實總統府 除了自七桑 之外 其實 死了死了死了 其實它的燈打下去 就真的好像一個燈塔 其實我們來到台灣 真的很喜歡台灣 一個民主自由的地方 其實看著 真的很像看著一個民主燈塔 嘉丁我考你 你知不知道 今年的光雕show 的主題叫什麼 今年的主題 很難 八個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自信倒序 迎向曙光 對 是不是很明顯 不過你講得不夠自信 應該是 自信倒序 迎向曙光 對 對 這個就是這個光雕show的主題 就好像剛才Dora所講的一樣 它的設計主要都是要呈現出 總統府就好像一座燈塔一樣 它代表的象徵就是 在這個動蕩不安的國際情勢當中 外灣仍然能夠在黑暗當中 來發出明亮的光 旁邊要配音 沒錯 怎麼說我們的朋友 看著這個影片 是不是真的很想都去到現場 對 真的很漂亮 因為前面那個海隔大度 直線 一點景深地看上去 這個燈塔是非常漂亮的 對 好 介紹完這個光雕show 一再黑銷我們的朋友去看 但是真是值得看的 現在就回到我們攝影棚的現場 你們現在看到的就是我們 但是千萬不能錯過 現在正在熱鬧進行當中的國慶大會 國慶大會的現場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就是 在這裡進行著 喬包代表的支持 喬包代表支持完之後 就會是我們蔡英文總統的 國慶談話 這個就是等一會 大家有沒有看到呢 這個就是喬包代表 這就是產業 喬包代表支持完之後 就是重頭戲 不過這個就等一會 現在回來我們攝影棚先 攝影棚 我要問一下Dora和繼丁 你們之前訪問了你們的年輕朋友仔 其實你們針對雙十來問一些問題 他們是怎樣 反應怎樣 會不會覺得 為什麼會問雙十一點 為什麼會問這些問題 他們會覺得放假就是放假 因為剛剛之前有個中秋年假 他們會覺得放假 這麼貴做訪問 國慶還睡覺 回家 和家人過 我覺得雞丁來的朋友比較廢 充足睡眠 我有朋友也喜歡看直播 對 很多人都很喜歡看直播 他們很多這樣的答案 看轉播、看直播 跟我們香港不同 我們香港也要睡覺 而且你知不知道 很多人都很喜歡去參加 國慶的星期 早上的星期禮 對 無論是元旦還是重要的日子 其實很多朋友都很喜歡把握 這個最早晨的時光 去參加一些很有代表性的活動 我記得我們之前的橋大 又或者大學 其實是一些重要的日子 早上我們都有星期禮 和星期禮 對 我元旦去過總統府看星期禮 人山人海 你起到新了嗎? 雞丁 我沒有分 你還要想 錯了 要用你的模式來想 我還在漢口街排隊排了很久 然後 有沒有那麼多人 真的很多人 跟香港人看不一樣 嗯 其實今天這個國慶的典禮 都很多民眾去到現場 你說你們兩個在主持完 今年這個國慶雙十之後 後面會不會亦都去找機會 找時間去參加一下現場 我其實是非常想的 因為昨天的國慶晚會 就是基隆九 這個就是雞丁的地盤 他就參加了 是呀 到底昨天有什麼好看 你都沒有跟我們說 其實昨天就是 我支持我們學校的暖場表演 你們怎樣暖場呢? 在節目開始之前 嘉賓、觀眾進去的時候 就在上面 紮紮跳表演一下 我就看到一堆人在紮紮跳 因為 因為我太遠了 我站得很後 他不讓我站前面 我看見一堆同學紮紮跳 又紮紮紮 然後就這樣 明年就到你參加紮紮了 我看來應該是 為何人家的國慶晚會 本來是非常熱鬧的活動 讓你說成這樣 你真是對不起你們學校 他經常都是這樣的 兩句就說完了 很多東西 所以這些事情 不能讓他做介紹 而我呢 其實我很喜歡台南 我簡直覺得台南 我每次去台南都說我回家 其實我住台北 今年的國慶煙花 就會在台南的余光島 發生這麼快 有煙花秀 我就很想去 去不到我都一定會看直播 所以Dora是準備主持 然後馬上趕車 我要看看那個假期有沒有那麼長 這個國慶的煙花 就是在今晚就會發放 很多人早就去了台南亞位 是呀 泰南很多人 現在 南開始多人了 不是開始 現在已經多人 認識到很多人 我們說得實在太開通了 我們現在要再來關心 就是國慶大會的現場 剛才 我們來看一下現場的畫面 包含出入境限制 口罩供應管理 實名燈載與人流管制 針對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者啟動電子監控 並完善 並完善居家檢疫隔離服務計劃 以及相關的交通輸運方案 所幸獲得國人充分的信任與配合 才使得現階段的防疫工作 獲得了豐碩的成果 政府一連串成功 而有效的管制作為 一舉成為世界注目的焦點 各國媒體紛紛報導 分析與借近我國各階段的防疫策略 政府機關請民間學者 也已經接受國際媒體的專訪 讓臺灣戰上國際舞台 讓全世界看見臺灣 其實我們看到 臺灣現在有四個最重要的關鍵 那就是充分的準備 真的全靠臺灣的防疫成果 對啦 那今年是參觀 哇!很大會的 這些狼賓部分 最值得介紹的就是 今年開放了有500個名牙 給民眾參加 自己的朋友就可以參加 對啦! 首先就是要 五年五十八歲 還有中華民國國 只有身分去參加 我也很想去參加 你們還一陣子 協助防疫護士 真的 五十八歲 我們要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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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是啊! 還有一個很特別之處 我們在抽選入場的民眾之後 他們都會自動 好像我們的發票一樣 再加上全國人遵循 超級出場的大抽獎 我們打了漂亮的一戰 對啊! 所有到現場的民眾 就已經可以得到一份精美的紀念品 請現場各位嘉賓 給予這群無名英雄熱烈的掌聲 我都很想要啊 我記得在 2020年1元有个例子 今天担任大会首语翻译的是 李振辉老师 于丁丽芬老师 其实这个新年的时候 就真的有派1元的传统 这些老师都会赚同油帐牌给学生 总统的理会场 游轮的抽奖 游轮抽奖 很快 看到大家起立了 接着之后 训绕进场 现在总统蔡英文已经来到会场 那边 各位贵宾请坐下 恭请总统讲话 大会主席刘锡坤院长 现场各位贵宾 电视机前 还有网络上的全体 国人同胞 大家早安 大会主席刘锡坤院长 现场各位贵宾便接前 今天是中华民国 109年的国庆日 今年因为疫情 今年因为疫情 都缩小了 但所有的国人同胞 无论身在何处 都发自内心 也因为这场全球性的危机 才让国际社会看到台湾 堅韧之道的特质和能耐 我们没有封城 没有关闭学校 也是世界上少数 还能够在管制或私下 开打之棒 举办大型 举办大型 艺人活动的国家 我们更加展现了 浪人的国力 将防疫物资送到世界各地 从今年3月以来 有超过3300篇 国际媒体报导 都在谈论 因应疫情的挑战 我们证明了 国家在疫情中的生存能力 已立了国民的自信 更加重要的是 我们的团结力 因为我们深刻 体会到守护家园的重要 都更加的亮眼 这样的成就 要归功全体 台湾人民的团结合作 除了最辛苦的 医护和检疫人员 我们也感谢 制造业细手投入 防疫物资生产 科技业开发ADP 钥匙朋友 超商员工协助 发放口罩 还有我们所有的民众 证言有罪的规合 各项防疫措施 我们也看到 海外归来的国人 以规定居家隔离 以规定居家隔离 隐形业者 银疫 旅馆业的业者 提供防疫旅馆 租车业者 提供防疫车队 餐厅娱乐场所 落实实灵制的规定 因为全国上下一心 我们守住了 疫情的防线 令台湾成为世界的模范身 当日本的心理狼前首相 捷克的绝对参议长 捷克的韦特齐参议长 韩克拉克的国务书卿 和阿拉克国务前卿 相继来访 表达他们对台湾的敬意 并相信很多国人 都感到无比的振奋 透过因应疫情的挑战 我们证明了 国家在疫情中的生存能力 建立了国民的自信 更重要的是 我们团结 因为我们深刻的体会到 守护家园的重要 所以在这一年 的确是辛苦而险峻的一年 严峻的一年 亦都是丰收的一年 今天的大会当中 邀请到各韩各业的防疫英雄 来为大家领唱国歌 其中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故事 就好像乃迫连护理斯 他脸上有光荣的口罩压痕 又或者是张管义护理斯 瞒着家出任务 陪伴血有病的少年反台的感人事迹 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 不能被报道 因为这一场战役 有太多人的投入 有讲不完的故事 我要请现场的好朋友 用最热烈的掌声 再一次给防疫英雄 满满的感谢 多谢他们为台湾的付出 多谢他们 因为疫情控制得当 台湾成为全球少数 可以维持经济正成长的国家 我们也都为疫情后的经济发展 超前控制六大核心战略产业 正在积极规划推动前瞻基础 建设计划 亦已经分歧偏列 特别预算加速进行当中 最令到我们感到振奋的是 国人和企业 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信心更强 台湾资本长期外流的趋势 已经翻转过来 我们迎来几十年来 最大规模的资金回流潮 台商反台投资 已经超过新台币一兆元 还有数以千亿元计的海外资金 正在陆续回回 很多外商和知名花国企业 亦都在加码投资台湾 台湾和美国将进行高层经济对话 在全球供应链重组 科技合作 基础建设等领域 尋求未来合作空间 上个星期 台美双方宣布已经完成签署 台美基础建设融资 及市场建立合作架构 双方将攜手投入美洲 和印太地区的基础建设计划 台美经济合作的深化 已经进入到行动阶段 这个是我们在国际经济合作上 尋求全面性突破的开始 不过我亦都要提醒国人 全球疫情还未结束 疫情带给各国在经济 社会层面的复杂挑战 仍然很严峻 只望未来 还有更严重的挑战等我们去克服 全球疫情后的世界经济的复原 人类生活形态的转变 全球及区域贸易程序的劇烈变化 还有经济秩序的重整 每一项都考验我们的经济的续航力 以及整体的应变能力 面对几十年来最大的内外变局 台湾会继续展现人性 政府亦到掌好陀 朝着三大策略方向前进 打造大家所期待的新台湾经济 首先要全力全方位投入供应链的重组 现在全球供应链的快速解构和重组 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各地台商也正在朝向推格市场 转移生产基地 回台投资等等的这些方向 加速调整 我们已经在推动五加二产业创新 六大核心战略产业 校园投资计划 新南向政策 台美经济合作 参与国 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等等 都供应面重组息息相关 我们会将这些有关的政策和计划串联起来 并且整合政府和民间的资源 以及跨部汇的能力全力全方位的投入 令到台湾成为全球供应链 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 第二要打造台湾成为国际资本 人才和数位技术汇聚的重振 未来供应年的重组最关键的元素是资本 人才 以及迈向数位经济时代的核心技术 我们将会吸引国际资本和人才环境的法制上 持续深化改革 排除障碍 同时也都会透过国际交流 产学合作 以及商与国家政策的努力 积极培育国内产业人才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运用台湾在 资通讯半导体 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优势 去开发和掌握核心技术 去加速推动产业和经济的数位转型 第三 我们要全力落实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 疫情后的经济 可能会有失衡的风险 资金供给大幅 可能会有失衡的风险 资金供给大幅的增加 亦都可能带来后遗症 所以未来政府会更加重视资源的合理分配 照顾因经济转型而受到冲击的弱势社群 加强出众青年就业 引导资金进行最有效的利用 让台湾经济再起红利 可以让全体国人共享 当然台湾经济的前景 亦都有赖于区域的和平稳定 我们很清楚 示弱、退让 不会带来和平 只有自我准备充足 凭着坚实的防卫决心和实力 才可以保障台湾的安全 维护区域和平 精进的国防实力 降低战争风险 这是当前国防政策的原则 这一段时间 面对对岸机舰騷扰 台海情势虽然比较紧张 但是我们的国军 亦都能够即时掌握和因应 达成防卫、固守的任务 这几年来 只要有时间 我就会前往部队 看看我们的国军官兵 由高山上的空军雷达站 到返航靠港的海军艦队 从在阵地操练的火炮的陆军部队 到培养年轻军事官的学校 我的目的 不仅是要对这些日夜轮板 保家为国的军人 说声多谢 更加要令到国人知道 国军是我们的家人 亦都是国家主权 自由、民主最强的后盾 在跟国军官兵的互动之中 很多故事坚定了我的信心 我还记得 当我到第一线的空军部队的时候 警戒室里面 随时准备紧急出近的飞军 充满信心地告诉我 不必将防空交给国军 我也记得 我在陆军工训中心 见到女性军官 带领着工兵同袍 展现出防山开路 御水架桥的气魄 在海军水下作业大队 也有穿着重装备的弟兄姊妹 奋勇地潜入海底 排除障碍 这就是中华民国国军 他们不分前线后勤 不分男女 都是我们的子弟 都有着共同守护国家的信念 这段时间以来 也有国军弟兄姊妹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为国受伤甚至信职 我们感念他们的付出 并且以英勇进责的国军为为 身为三军统帅 国军的未来 未来的国军 就是我最深深念念的事 面对对岸的军事 扩张和挑衅 我们会持续强化防卫战力的现代化 并且加速提升 不对等的战力 我们仍然坚持加持加持 在外购武器装备的同时 我们也坚持加速推动国防自主 高教基国造 潜艦国造 已经有相当的成效 我们以双轨并进的方式 来强化防卫实力 正在提升 不单止武器装备性能正在提升 国军更加需要有素质优秀的战士 除了提升自愿重军的官士兵的专业素养 更加要建立有效的后备制度 来强化国军的人力素质和战力 最近这段时间 相信很多被教育召集的后备军人都觉得 被教育变得更加精实 而且在常候一体的原则之下 接着后备动员制度的改革 即将会快速推动 面对区域的和平稳定受到威胁 我们会坚守不畏战不求战的原则 避免拆枪走火 国防部也会适时发布共军动态 和周边国家交换资讯 强化安全伙伴的角色 也都令到国人名寥台海的动态 令全民国防更加坚实 这段时间我们都密切注意 区域安全情势的变动 从南海到台海局势的变动 到海主权争取 中人冲突到台海局势的变动 乃至各国关切的港版国安法实施 印太区域的民主和平和反应 经受到严峻的挑战 区域内的国家为了确保自身安全和民主体制 不受到外在因素影响 展开各种形式的合纵连环 已经导致这个区域 发生前所未有的情细变化 我们要将变局的试炼 转发成为历史的机遇 我们坚持主权和守护民主价值的原则 不会改变 但在策略上也会保持弹性灵活的应变 情势在改变 情势在改变 只有超前部署才能掌握未来 才不会在变局中随波逐流 甚至被别人决定命运 我们会积极参与未来的国际和区域新秩序的建立 我们会秉持价值同盟的原则 在国际社会广结善业 并且与理念相近的有我国家 提升伙伴关系 我们也会继续参与区域和国际的多边合作和对话 为时和平促进繁荣发展 这就是中华民和台湾在军与中最重要的加战 我们要做量身的力量 在区域中最重要的加战 将进步跟良善的加战 我们要做量善力量的倡议者 将进步和量善的加战 推广到全世界 我也注意到 对岸领导人最近在联合国的视讯演说中 公开表示 中国永远不称霸 不扩张 不谋求势力范围 在区域国家 乃至于全世界 都担忧中国扩张霸权的这一刻 我们希望 这是真正改变的开始 尤其在全球高度关注 印太和两岸局势变化的重要时刻 如果能够正视台湾的声音 改变处理两岸关平的态度 相信 一定能够化解决 准备两岸的和解和和平对话 相信一定可以化解区域的紧张覆势 面对两岸关系 我们不会无尽 也会坚守原则 维持两岸关系的稳定 是两岸共同的利益 我们有决心维持两岸共同的利益 我们有决心维持两岸的稳定 但这个不是台湾可以单方面承担 而是双方共同的责任 现阶段两岸当务之急 是本于相互尊重 善意理解的态度 共同讨论和平相处之道 共存之方 只要北京当局有心化解对立 改善两岸关系 在符合对等尊严的原则下 我们愿意共同促成有意义的对话 这个是台湾人民的主张 亦都是朝野政党的共识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 台湾人民在对外关系 以及国家安全的议题上 彼此的距离都希望去一种和平放容 台湾人民亦都希望区域的和平反应 能够安定永组 朝野政党亦都是这样 就好像最近在立法院 在在野党提出 出众台美关系的议案 获得朝野党支持 无疑意通过 还有六都首长一致对外 共同抗议 成功更正了国际组织 矮化台湾的做法 这个是跨党派合作 团结表达立场的表现 我想透过这些例子 呼吁并且邀请国内各个政党 一起携手努力 对内互相竞争 立场针锋相对 这些是民主日常 不过为了国家的生存发展 为了自由民主的价值 对外我们都应该团结努力 攜手带领国家度过挑战 就如同过去七十一年来 台湾经历的一切 困境磨练出我们的建议 挑战激发我们的志气 一场疫情可以凝聚出 台湾人民的权利的意识 让我们继续前进的勇气 我们守住疫情防线 发展经济战略 稳定区域局制 捍卫台湾安全 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将一个壮大的国家 留给台湾的下一代 今年的金曲奖 我们亦都见到年轻世代 蓬勃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他们用各种的曲风 自信地唱出自己的母语 呈现对各种议题的价值观 尤其是Kina Kaya 《母亲的舌头》这张专辑 获得了年度专辑奖的大奖 这些年轻的创作者 这些年轻的创作者 虽然风格各自不同 但是都能够在舞台上 发光发亮 也都成为台湾的多元文化 做出最好的诠释 而支撑这一切的 就是我们民主自由的环境 我们现在努力的一切 就是为了令下一代 令到世世代代的台湾人 可以在创作上展现自信 亦都能够对土地的文化和价值感到光维 并且勇敢地走向世界 在中华民国国庆这一天 我们亦都一起许愿 愿意十年的台湾人 回想起2020年的时候 回想起正式在这一年 因为我们在时代中 在变局中勇敢前进 在变迹中勇敢前进 摆脱了枷锁 让他们有真正的自己的意志 选择未来的机会 从现在开始 就令我们彼此团结 一步一步 有路我们沿着唱歌 无路我们就遼溪过岭 一起朝着有光的地方前进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多谢大家 刚才大家所听到 看到的就是 总统蔡英明的国庆谈话 刚才大家也听到 我们的现场口译 现场口译状况非常多 真的非常考验我们 没错 很紧张 其实刚刚也说了20分钟 即时脑子要 进入、进入、进入 有没有很特别呢? 很特别的体验 有非常特别 我的汗也流了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的汗 我想经过今天 总统谈话的口译之后 无论是鸡丁和Dora 肯定都对我们中华民国 未来一年深之乎 往后的政策 都有更多的了解 非常了解 非常了解 由防疫去讲到两岸政策 去讲到金曲奖 是的 学到很多东西 好 你们慢慢想 现在 距离我们直播的时间 剩下10分钟 真的要好好把握时间 嗯 没错 今年 我们刚刚在总统演说之前 就有一个海外的 乔包代表致辞 但是 因为今年防疫的关系 有很多海外的 台湾人 乔包 都回不了台湾 和我们一起庆祝国庆 是的 虽然 今年回国乔包的人数 真的受到疫情的影响 但是 乔包对中华民国生日的 祝福的心意 完全没有减少 在之前 差不多9月底的时候 就已经 比如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 就已经陆陆续续续 将他们对中华民国的 祝福都已经 寄给我们 有些就是透过写信的方式 有些是透过河卡 甚至乎有些 不少朋友 还是透过自己亲自说的方式 其实这些祝福之前 都已经在我们 央港粤语的Facebook上面 都有铺出来 铺了一点 主要就是受时间 还有最近事情太多的关系 哈哈哈哈 小声说小声说 是的 但是我们听众朋友 其实和我们都是一样 非常期待 今天是国庆的大日子 那这些听众朋友的祝福 我们也都将它精华展辑 成为差不多 就是两分多钟的一段影片 希望我们的朋友 亦都可以感受到 来自世界各地听众朋友 甚至乎是海外僑胞 对中华民国 祝福的心意 没错 我是王羽 去加拿大 祝福中华民国 一百零九岁生日 国云昌龙 国泰文安 家家幸福 生日快乐 马来西亚的黎慕仙家 国安 最终民国 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因为我们在海外 从西到老 在那些字局的变换 有很多减速 祝福中华民国 国泰文安 就是不简单的了 我是美国的听友方昔龙 我是美国的听友方昔龙 祝中华民国国运昌龙 能够生火承传下去 一句老猴子的口号 时代革命 与大家共面 我是奥满汪秉环 外租中华国国运昌龙 国富民却 一年好过一年 大家可以三心庆祝国庆 海外同胞一直支持 我们一定要坚强 集美来 我是旅居 美国休士顿的王特托 衷心祝福 中华民国奉荣 昌诚 人民幸福 大家好 我是美国的Kenny 我们一起庆祝中华民国 109岁的生日 国泰文安 个个身体健康 和生活愉快 我是美国的Thomas Wong 在祝福中华民国 109年国庆 在祝福各位全体 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我们 央港粤语的听众朋友 寄来 对了华民国双十国庆的祝福 大家听了看了之后 有没有很感动 有啊 我觉得 为什么我之前在香港的时候 都没有记住什么视频 啊 音乐 回来祝福 看到他们后面的军机 也是很帅的 是啊 刚才我们开麦前 鸡丁又问我们 哎呀 在哪里找到那些 中国文国帖子啊 哈哈哈 贴在心口 好像很帅 是啊 我看到其他的主持 都有那些 有的 有的 有帖子的 其实老实告诉你们 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 有不少 他们都是之前趁国庆的时候 就已经是来过台湾 亲自参加过相关的活动 而且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 亦都有很多 他们一直希望是 一定要找机会来参加一下国庆 那今年因为受疫情影响 其实都打乱了 我们当中不少朋友的一些安排 嗯 是啊 刚刚好像总统演说里面 蔡英文总统也有说到 其实今年的庆典 已经是规模小了 是啊 不过幸福的心 还有祝福的心 是同样都不会减少 这个一直都是海外僑胞 是一个很支持的一个心意 嗯 没错 好了 现在已经是10点55分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鸡丁和Dora 我们剩下直播的时间 只剩下5分钟左右 剩下这5分钟 我们要好好把握 这5分钟 借给你们用一下 我现在看到现场的画面 我还在偷偷看着 现在那些国军要离场了 是啊 我肌肉大 哎呀 要说再见了 是啊 但是这个国庆大会还没结束 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的表演 没错啊 我们可以再highlight一下 我们今晚在台南的烟花 在余光岛那里的烟花 那鸡丁和多华说一下 这一次你们参与双十的直播 心得是怎么样 哇 我的心得呢 就在我的手上 好紧张啊 我的手汗呢 好紧张 是的 真的手汗出到 就是刚刚才不停要听总统局 讲话 要翻译的东西 真的不行啊 转的好像没那么快 是啊 其实也是一个很累的工作 是啊 嗯 我就觉得做直播呢 好认了那句说话 就是计划我不想变化 哈哈哈 哈哈哈 没错 绝对是 我本身都练好了 在家里的广东话练好 骚扰鄰居啊 骚扰鄰居啊 骚扰了很久了 没错 骚扰了整五个两个星期 怎知道刚刚刚总统局前讲文南话 哈哈哈 总统局前讲文南话 哈哈哈 没错 还有没有语的 哈哈哈 我就觉得刚刚也被我翻译 刚才在最后 金曲了一个英文 带来精彩的表演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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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很幸好这一段 就是Dora Dora英文搞得了 哈哈哈 很想用外文 是的 很想用外文 哈哈哈 濕狀跳了出来 是啊 是啊 我看到我真的眼睛都突出来了 哈哈哈 接着我再听到的时候 哎呀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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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文南话 哈哈哈 其实老实说 啊 今天的总统谈话呢 以用词来说 不算非常复杂 不過确实今天的直播状况 就多一点 哈哈哈 我们的观众朋友 甚至乎听的朋友 可能感受不了 但是现场 其实我们是一口汗 哈哈哈 哈哈 我已经走汗都流了 是啊 哇 家丁家丁 你看一下 有点缺人 是啊 有点节目 因为大家的 可能 樂车队啊 樂宜队啊 他们都要离场了 还有一点少少的布袋戏 一样 台湾民族 是啊 如果有机会的话 真的很想去现场感受一下 好错 现在大家透过画面所看到的 就是后面的表演 这段表演呢 就是原声传艺的 掌中戏的一段表演 其实说来说去都是可惜 我们的朋友 只是可以透过画面来感受 不过不要紧要 承邀大家 明年或者往后 有机会 一定要安排 在双十的这个期间 来到亲自来到我们 中华民国台湾 来感受双十国庆 绝对会令你 哇 记忆深刻 哈哈哈 没错啊 还可以横台 去看表演 基隆在台北 在台南 一个圈 是啊 其实 僑委会也都针对 就是欢迎僑胞 在双十的时候 回到台湾 参加相关活动 亦都是提供一些寶座的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到 僑委会相关的网站上面 来查询 一方面有寶座 另外一方面 亦都会安排 你参加国庆的相关活动 如果你不报名 其实没有机会参加的 嗯 下次我们也要早些报名 你们也迟很多了 不要说了 下次可能 因为鸡丁喜欢出去跑直播 可能之后 看会不会派鸡丁出去直播 小短裙 但是鸡丁很可能 拍来拍去都是小短裙 小短裙 你拍多些肌肉 每个画面都是听下去的 不一女中 好 好 今天 今天 鸡丁和Dora 还有我留意 在Facebook的现场 和大家聊得非常开心 但是说真的 有时间永远是过得这么快 但是会一再声明 是我们的Facebook直播 要先和大家说再见 但是 我们这个国庆大会的表演 仍然在陆续进行当中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上到YouTube上 央广是有进行直播 还有就是来到我们相关的Facebook 全部都有直播 希望我们的朋友 从头一路参与到尾 继续看下去 没错 最后记得就是 帮我们的Facebook按赞 然后还有share 我们今次的直播出去 给更多的粤语听众 和观众去收睇 这个国庆总统演说的口音 好 没错 最后就是要来祝福 中华文国 新日快乐 下期就和大家说再见 拜拜 拜拜